塞塞塞 春假第一天到處都是人潮車潮 左掛改碰上五天連假的考驗 就有商家瞄準商機 推出活動要吸引遊客進門走走 小朋友的可愛頭像 怎麼會在牆上游來游去 化身超萌潛水夫 走進海底世界伴隨漁群中 大光景搭在地上 讓小朋友互動 坐在上頭 光景放身上拍照帶回家 蘇澳這家觀光工廠 除了能讓大小朋友體驗互動 還推出聯合活動 門票除了入場 也能在附近合作店家拿到折扣 甚至摸彩抽大獎 往南繼續塞 有了最長春假 再搭上政府的3355計畫 花蓮揮別地震陰霾 人潮終於來 目前我們這幾天的訂票 都是額滿 那返鄉回來的旅客 是幾乎都是斑斑都是客滿 馬路到鐵路 活力全開 就是要把遊客全送往花蓮 也讓住宿率實現攀升 大概從3月底開始呢 我們整個觀光產業呢 都已經陸續的回升了 5天的連續假期呢 我們的房間呢 都是超過了9成以上的住房率 連假開跑 花蓮光是海洋公園 單日湧入上萬名遊客 其他景點 名產小吃 人潮也不少 民眾一路由北玩到南 東台灣觀光 持續回溫 TVBS新聞 李旺盛檢大臣林瑞 一來花蓮採訪報告